Hello 大家好,我是Yan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棵蝴蝶蓝 它们都在长高牙 高牙即是在老花的折眼上 长出幼苗 让它们长大后 就可以临外种 就等于多了相同品种的一棵蓝花 除了介绍看它们三棵的生长状况之外 我亦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对它们的护理 首先介绍一下一种植物 对蓝花非常有益的植物 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芦蝴 这一枝是我刚刚在芦蝴上面割下来的一棵叶 新鲜的芦蝴 刚刚割下来 它是有一些黄色的液体 这个液体非常苦的 蓝花怕不怕苦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通常会将它这样 倒转一枝芦蝴 让它黄色的液体滴出来 它这样滴出来之后 你之后再在这个芦蝴上面 展开它的时候 它已经不会再有黄色的液体 那芦蝴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天然的防腐剂 里面的啫喱状 也是护肤的非常好的东西 首先对蝴蝶蓝的好处就是 促进生根 也都令它们的叶比较厚实 对蓝花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只要是纯天然 我就觉得它比较放心 单一的产品我更加放心 那本身芦蝴有些品种也都可以吃的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很放心地 这样融在你的蓝花上面 那我通常是怎样用的 现在这枝还有黄色的液体在这里 那我就需要抹一抹它 如果方便的 冲洗一下它也都可以 这些好像啫喱这样的东西 就是非常好的东西来的 那里面它有很多很多营养 我通常呢 会把它剪开一小段 通常把它剪开一小段 将透明的那些啫喱状的物体 然后呢 就用来塗蓝花 那现在新的剪口呢 它仍然有很多汁在这里 所以我不会浪费它 即时可以把它 塗到蝴蝶蓝的叶上面 那就可以了 新的剪口没有再有黄色的那些液体的了 那 通常我就会把它剪小一点 这样剪小一点 你就可以直接塗在你的蓝花上面 那首先看一下我现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棵蓝花里面的其中一棵 也都是掌势最差的一棵 所以我每隔一两天 我就会拿奴匯来查一下它的叶 结果呢 它的效果是挺明显的 大家看到现在它 这里上面有一个高牙 它的叶很乱很小 这个高牙呢 是我今年的最小的一个收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的蝴蝶蓝 有高牙的只是面前的几棵 最后生出来的就是这个 那其实我也都没有预计它 这个节目里面掌任何东西的 所以当时剪老花颈的时候 也都剪得很贴 那结果它在这里 这么危险的地方 生了一个小苗出来 那我都要 让它尽快地长大 原因就是 这里那个剪口很短 老花颈上面剪得很短 另外就是说 它的母株没有什么根 基本上只剪两条根 那现在我的方式呢 平时的比水方式就是 用一条线 然后翘着它 剪的一条根 那平时呢 这个杯底就有少少水 现在看到它的颜色呢 其实它是营养液来的 那我自己调配了营养液 来做水培兰花的营养液 那平时就是 刚才看到了 这条线是濕的 我就是靠这条线 传到的水给它 所以大家看到 它接触到的水很少的 这条根是干的 这条才是濕的 能够给到水它 但是又不会太多 因为太多水呢 尤其在英国呢 冬天 英国的冬天呢 就非常难见到太阳 那如果你给水给得少 给得多 再加上空气不够流通 阳光又不够 那它就长得不好 现在看到呢 这一瓶呢 是奴匯的叶 我通常塗完它们呢 我觉得好像不要浪费 那样 把它贴住在那里 希望它伸出一些根 是尽快伸出一些根 那现在它干了 就可以不外了 大家都看到 它是吸收得很快的 对这些奴匯的 这棵我应该是昨晚才 帮它查过 查过这个奴匯 那通常呢 不关事的这些裂位呢 我都查一下它 就是整枝老花在查一下它 希望它多方面吸收到一些养分 那尤其这一个小苗呢 我都会查一下它 由这个位呢 查一下它 希望它快点生些根出来 只要它快点生些根出来 只要它快点生些根出来呢 就算这枝花紧干了 它都可以独立生存 但是它现在很小很乱 所以操作的时候呢 就要特别小心了 那可以这样直接查它们的叶 那当然不要让那些 有水份的东西 黏住了它的叶芯那里 因为它这么小 这么乱呢 万一做了水在里面 就很容易烂 那你除了可以查 直接查这一棵小苗之外 其余的 那些你都可以这样查一下它 其实奴会这种东西呢 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 但是呢 不努力 就是初初用到现在为止 我是用了很多年 的时间 但是呢 通常都烂 这么容易烂 而且我觉得一棵芦荟 那棵芦荟 那棵芦荟长得很慢 有时都要等它去生小叶 才能用 这样查一下它呢 你就算那些叶 有些小动物呢 你都有机会察觉到 还有呢 可以制止它们继续生长 因为我觉得挪回这些黏液是可以黏着它 让它没得活动就会死 现在我最主要就是希望它多生一些根 这里生一些根 所以都很刻意地塗一下这些位置 其实这样塗一下它们 大家都很明白怎么做的 所以我就不示范那么多 接下来我就想和大家看一下其他的蝴蝶腩 也都讲讲我制的一个营养液是怎样制 那现在我就暂时把它放回这个杯 只要这条线是你首先弄濕它 然后呢将它一边绑在根里 一边就接触到水 那它就可以引导水上去给你一棵蓝花 这样的做法呢你可以非常省工夫 那要施肥的时候呢 如果它是有根的当然是好 如果没有根的它现在都会传递到水上去 所以营养液我可以直接加在这个杯里面 那如果有空的有时可以用刚才那些棉 化妆棉那些然后就塗它们的叶 底面都塗它就可以吸收到营养 所以没有根的蝴蝶腩也都有方法去养 这里它还在生小苗 所以要它快点长出根 那这个营养液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可以是这个苦薄酸 不同牌子都可以的 可以是苦薄酸 混淡一点 直接用来做培养液 混淡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一粒我就会兑500毫升的水 那如果你用来这样做呢 你可以用来兑800毫升的水 就直接放下去 用来水培 那当然如果直接浸着根那些呢 你可以一粒苦薄酸兑1000毫升的水 那就更加安全 另外呢你也可以加少少淡淋甲的肥料 进去苦薄酸的水里面 这样也是一个营养液 那之前呢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HB101 那用起来和这个苦薄酸有什么分别呢 那其实我觉得呢 它们的功效都是差不多 只是看你方便买哪一样东西 另外就是说 这个HB101呢 它就说它是天然的产品 那它这里也有写了几样 几样成分在这里 那如果用它来制造营养液呢 也都非常之简单 1000毫升的水 我就会滴 一滴这个HB101 再加少量的海藻液 这样就成了我水培里面的营养液 可以让它直接泡住少少的根 那现在它没有根 就可以用小量的 一条小小的棉线 提供少量的水给它 所以这样的种法呢 是非常之简单方便 没有植料 很干净 这些颜色是它那个 海藻液的颜色 很淡 那另外看看这棵 这棵蝴蝶蓝呢 是大花 如果我没记错 它应该是白色的 白色的大花 但是很可惜 它的叶子都不见了 因为它们有一粒粒的黄色 就是那些叶子有些一粒粒 我当时就剪了它 剪了有问题的那些叶子 所以现在见到它 健全的叶子还不多 是生生出来的这一棵 而且它带着两个高华呢 它自己的母猪就长得很弱 新的这些叶子呢 也都生得很慢 但是很开心的就是呢 最近见到这个旧的根上面 有一粒新的根尖 另外现在发现到呢 在这个位呢 在这个位呢 sorry 在这个位呢 也都见到有一粒 细细的牙在这里 这个位应该是会长 側牙 就是说另外一棵小苗 那这棵的种法呢 大家见到它是有植料 但是呢 我也是帮它穿一条棉线 穿一条棉线 然后呢 我利用一个普通装水的那些瓶 我就剪剪它一段 用来帮我装水 装这个营养液 是不是很方便 这条棉线 拖着这些营养液 那这棵蓝花就已经是解决了 淋水施肥的问题 那些根部分的根 接触到一条濕的棉线 已经可以提供到水分和营养 另外没有接触到的这一边 看看它的根是干的 而且呢 我现在用的植料呢 主要是石头 加少量的桃粒 这样做成它都很通风 而且呢 植料里面不会滑 濕的情况很厉害 那现在这棵它带着两个幼苗 都长得不错 这两个幼苗呢 有时候我会给它噴 苦泊酸的溶液 有时候我会给奴茴 去抹它们的叶 也是一样 用奴茴的这些啫喱 去抹它们的叶 所以它们是大得相对都很快 因为现在都是冬天了 正常来说 它们生长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两棵苗仔我都挺满意的 我对它们的生长速度都挺满意 最主要就是因为母猪不是很健康 而且它现在是带着两个 两个幼苗 最主要也都想塗一下这些位置 让它们尽快生根 其实奴茴是很久之前 有些难有介绍用的 它说它自己的那些兰花 用来刺激它生根也都很健康 那我很早以前也都尝试 的确是很有效 也都曾经分享过 用奴茴 混水下去打成汁 这样来浸 直接浸一棵兰花 也都很好 那当然现在这样 用百分百天然的奴茴 直接去塗它的叶 那就更加直接了 可以让它吸收得更加好 现在看到这个 老花锦上面 它开始有点黄 开始有点黄 所以更加要这些小苗 快点生根 如果不是呢 这棵 这么小棵 老花锦一直黄下去 提供不到营养给它 这棵有可能保不住 所以 有时种蓝花 好像要跟时间竞赛 那样 希望它在这个 老花锦 干了提供不到营养之前 它能够独立 那就最好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棵 又是这样的情况 剪装下来养 很难生存到 因为它很小 又没有根 那枝花锦 是它提供营养的来源 那枝花锦都老了 黄了 那棵苗仔 很难生存到 我那棵就生存不到 那也都可以是 周围抹下棵栏花 用些芦苔来抹下它 那现在你看到这一粒根 我很有感觉是 用了这个虎柏酸 和芦苔 和芦苔 这些产品 来刺激到它生根 那虎柏酸的好处呢 也都有很多 大致上呢 主要都是可以 主要都是希望刺激它们 生多些根 提供多些营养 给它们生多些根 令到叶快些大 最主要就是这两样 如果在开花的 虎柏酸是可以令到 花是开得持久 和花的颜色是鲜艳很多的 亦都可以增加花粒的 数目的 是非常好的 养养花的产品 包括芦苔 虎柏酸 又或者是刚才那个 HB101 都是很好的产品 那三样都这么好 哪样好些呢 其实我这段时间 几个月里观察 它们的效果 都可以刺激到它们 好好的生长 哪样好些我也很难说 看你容易得到哪样东西 但是如果 最天然的肯定是 奴会和虎柏酸 因为虎柏酸它里面 就是得 提取自 虎柏酸的 纯天然的 单一的产品 那这棵呢 也都是在 生一棵幼苗 那这段已经 又是这样干了下去 幸好呢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它没有再继续干 大家都看到 这里也有些芦荟的 那些皮黏住在那里 我通常 抹完它们 我都会 好像不要浪费那样 有时会黏在它们的叶上 有时会黏在它们的茎上 有时会黏在它们的茎上 希望它多生一些根 其实现在它的状况也很好 这里有一条根 生得很漂亮 这里也有一棵 很多 长得不健全的苗仔 我都考虑着 可不可以撕走它 无谓浪费营养 因为它的叶子 好像不太多 怪怪的 另外大家看到 这里呢 这条根本来生得很好的 我不小心碰到的根尖 它就不再生长 所以我又 夹了一块芦荟 在它的根 这个位置 另外呢 这里也有一条 新的根 生在盆外面 它的根尖 也很漂亮 它曾经有一个阶段 长得不太健康 大家看到这里这两片叶 有些继马咬过的痕迹 灭了继马之后呢 它跟着这片叶就长得很好了 这棵花用虎柏酸的时间是最多的 我多数时间都会给虎柏酸它们的 看一下 它也都有新的根 这棵和刚才那两棵就有少少分别 有时我会直接给它浸肥料水 即是虎柏酸水 又或者是HB101加海藻液 那平时呢 有时有空的我就会 又是用一些芦荟来抹一下它的叶 那不单止可以清洁到叶 而且呢 可以令到叶很油凉 很厚 也都加速它们生长的 所以其实对蓝花好的产品呢 有很多很多 只要你明白 那些是比较天然的东西 还有呢 没有叶的你就可以同时去用 即等于我现在的芦荟液液 这个新鲜的芦荟液呢 我随时都可以用来抹它们的叶 或者塗一下它的那个径 让它吸收多些芦荟液的物体 那它有机会在这些位置生多些芦荟液 又或者在那些芦荟液上 生得漂亮些 整棵花提供了很多营养 也有效防止芦荟液 因为芦荟液如果咬那些芦荟液呢 你会很明显看到的 那你就刻意地捉一下它 有机会将那些芦荟液呢 被你捉走了 芦荟液如果成年的 要杀它不难 最麻烦就是它的芦荟液 因为很难杀死 那它过三两天又枯发出来 又是新的一代 所以重复又重复 这样出现 这样查一下它 它的芦荟液是会漂亮很多的 油量漂亮很多 而且它是大得快些的 那好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 三样对蓝花护梨非常好的产品 的物品 也都介绍了三棵 在这儿养着小苗的蝴蝶蓝 那再一次祝大家 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喜欢我的朋友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 也都欢迎你分享 多谢你的收看 拜拜